不是 您王子淳教练吧 对 我也不知道他会吐槽我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平时对他们挺凶的 王子淳 王子淳 大家好 我是来自新书三二班的王子淳 今天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的爱好极限 起初我练习基建纯属于因为我对基建十大厂的好奇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鸵教练 是您让我在这两年的训练当中表现得十分的出色 直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也拿了一些成绩 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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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后对我更加的严厉吧 好 没问题 我听到你的我听到你这句这句话我特别感动 但是呢我现在要告诉你的就是在坚持基建这个道路上面首先你要确定你是否是真的热爱他 第二要给自己设定一个长期的目标和梦想 你现在打基建在全国业余基建联赛圈里面你已经是非常有名气的一名运动员了 但是我们不能只局限在这个业余基建联赛 有没有想过挑战一下专业基建 咱们一块拿下一个全国冠军吧 必须的 多棒 好 哈喽 左教练好 哈喽 你们好 主持人你好 沈老师 我们主要是被这个吸引了 对 就是想来感受一下 我的天 来 我们能 哎呦 这么重呢 哎呦 这么重呢 对 小心点 小心点 沉甸甸的奖牌 这里边最重量级的一块是哪一块 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的冠军 这一块 哦 青少年锦标赛的冠军 你刚才有说到 你要跟陀教练一起赢得下一块金牌 下一个是什么赛事 下一个应该就是全国的基建总决赛 全国基建总决赛 就去年我发挥的很好 在总决赛当中 我拿了个人和团体双冠 呦 但是 但是今年十分的差 一块金牌没拿到 最最厉害的也就是那个北京市的那个冠军 所以我想冲击一下今年的双冠 哎 那你有没有总结一下 为什么这一次今年的时候就没有拿到金牌 你觉得去年拿到了双冠 这个原因在哪 原因就是我太骄傲了 仿佛自己就是事业第一那种感觉 因为他去年拿了四个全国冠军 是年底的全国积分排名第一 哇 对 所以说他就他确实有点骄傲 哎呦 我觉得这一个这一个转折来的越早越好 没错 其实这一刻越早上 没准你后面每一步就稳多了 佛老师刚才也有说到 想挑战一下专业组 有没有这个打算 大概什么时候 只是14岁以后 就明年差不多 站在您这么专业的角度 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 真的进入到国家队 并且成为中国国家基建队当中的重要一员 有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 他在我所有的学生当中 他的基建智商是最高的 那也是我的愿望 啊 两位的 谢谢教练 种子选手 接下来我们共同见证 看看这个新约最后能不能达成 好不好 偷教练 好的 好的 好 那下去好好的 感谢 拥抱一下你的教练 加油 谢谢 谢谢偷教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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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哥再见 好嘞 谢谢 你好 非常好 教练 我接下来孟章就是奥运冠军 我听到一句话特别欣慰 天赋 环境 教练 包括他自己的努力 融为一体 真的非常期待了